那时他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其实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然而对于梅根马克尔来说,那时他不是太年轻,而是太成熟,自以为可以操控一切,没想到嫁入王室之后的生活并不能随心所欲,努力想要改变规则,到头来却是被捧杀。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英国的前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马克尔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曾经人们以为她是一个打破王室传统的新型血液, 因为她以一己之力颠覆了英国王室给人的所有传统保守认知,离婚带娃,黑人血统,大龄圣女,然而哈里王子不仅对她死心塌地,英国王室也心甘情愿地接纳了她。 在圣乔治教堂披上了雪白的婚纱,戴上了女王亲自赠予的王冠,被授予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本以为梅根的人生会是一帆风顺,谁知后来的走向完全失控。 回到故事的最初,1981年梅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母亲多利亚是非裔美国人,父亲托马斯是荷兰裔爱尔兰人,在和她母亲多利亚结婚之前,她的父亲已经有过两段婚姻,并且生育了好几个孩子,因此梅根的到来对于父亲来说并不算意外和惊喜,但是她却是母亲多利亚唯一的孩子。 母亲非常疼爱这个女儿,为她取名雷切尔·梅根·马克尔。 虽然梅根的母亲非常重视女儿的教育,但是美国学费昂贵,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 据说在梅根上中学的时候,她父亲有一次中彩票所得金额不菲,这才让女儿有机会上名校。 她的家境不算富裕,更算不上幸福和睦,因此梅根从小学习就非常努力。 私立中学毕业后前往伊利诺州的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国际关系双学位。 大学毕业后,曾经在美驻布宜诺斯艾丽丝使馆工作。 只是在外交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梅根觉得很无趣,据说是在和朋友的接触和交流中梅根爱上了好莱坞的生活。 为了梦想梅根辞去了别人心心念念的外交工作,来到了好莱坞,只是进入好莱坞美女如云,想要出人头地也没那么容易。 梅根曾经说过,我的肤色不够白,演不了白人,我的肤色不够黑,也演不了黑人。 既然如此,那就来一场豪赌,于是,梅根与美国电影制作人特里沃结婚,换来了一个可以打开知名度的机会。 在婚后不久,梅根便接到了后来让她成名之作的《金庄律师》这部电视剧的热播让梅根很快,在好莱坞打开了知名度。 目的已经达成,这个和自己有过两年的婚姻,并与有一个女儿的男人也就没什么作用了。 关键是,两人聚少离多,也谈不上什么感情。 梅根寄回了两人的结婚戒指后离婚,据说梅根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是否属实暂且不知。 此后的梅根参演了几部不声不响的电视剧,没有激起什么水花,但梅根终究是个不简单的女人。 她的交际圈更了不得,最终也通过朋友的关系认识了在一场慈善晚宴上认识了哈里王子,因为慈善的共同爱好,两个人走近到了一起。 有另一种说法是,哈里王子看过《金庄律师》之后,对出演女主角的梅根念念不忘。 这段恋情可以说是进展飞速,在相识半年之后,哈里王子很快就带了梅根见家长。 2017年11月27日,英国王室发表声明宣布,33岁的哈里王子与36岁的美国女演员梅根·马克尔订婚。 订婚之后的梅根跟着哈里王子一起居住在肯辛顿宫,作为未婚妻梅根还没有嫁入英国王室,但是哈里王子却带着她一起出席公务,而英国王室也对梅根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善,邀请梅根一起参加圣诞节。 可以说是非常欢迎这个新儿媳,毕竟当年的凯特王妃和戴安娜都没有那样的待遇。 2018年5月19日,哈里王子与梅根的婚礼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婚礼大部分费用由王室之父,英国王室所有重要成员全部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梅根穿着季范西级捡婚纱,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得到那贵气的好面料,头上戴的王冠是女王亲自借给她的珍宝,来自当年的玛丽王后。 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婚礼的排场非常盛大,邀请了650名宾客,但是说来也很尴尬,因为梅根的父亲,兄弟姐妹在婚前曾经警告英国王室不要娶梅根,所以他们没有给哥哥姐姐和父亲发过情帖。 梅根婚礼上唯一的娘家人是她的妈妈多利亚。 为了不让梅根因为没有父亲陪她进教堂而留下遗憾,查尔斯王子扮演了她父亲的角色,牵着新娘子的手将她交给了哈里王子,而威廉王子作为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当了他们婚礼上的伴郎。 而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公主作为第三顺位继承人和第四顺位继承人,充当了他们婚礼上的花童,这样的重要人员参与可以说是非常拉风。 作为好莱坞明星的梅根可不是规规矩矩的好儿媳,据说她曾经嫌弃圣乔治教堂味道重,想要用空气清新剂而被女王阻止,后来又因为夏洛特小公主的着装问题而气哭了凯特王妃。 这些还只是小意思,毕竟只是媒体的捕风捉影,但是梅根嫁入英国王室之后铺张浪费却是有据可查。 2019年有个数据,当时梅根嫁入英国王室仅仅8个月,购买服装的费用居然高达374万,由公共查尔斯王子买单。 伊丽莎白二世也对梅根颇为欣赏,在她正式结婚之后,仅仅3个月,女王亲自带着梅根一起访问。 当时的梅根坐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身旁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很是得意。 梅根和哈里王子感情还是不错的,结婚之后的第二年,梅根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阿尔奇。 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沉浸在喜得重孙的喜悦中,丝毫不会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哈里王子和梅根便带着儿子脱离了英国王室。 2020年1月8日晚间,梅根王妃和英国哈里王子宣布,他们将放弃英国高级皇室成员身份,未来将在英国和北美两地之间分配自己的时间。 伊丽莎白女王也很无语,作为女王作为奶奶,孙子和孙席要退出英国王室,她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那个时候退出,所有人都以为会是温情默默的画面女王和查尔斯王子都是选择了,祝福哈里和梅根,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剧情来了个大反转。 哈里王子和梅根居然接受普拉达采访,爆出了不少王室的黑料,梅根曾经控诉凯特王妃把她弄哭,英国王室不肯授予她儿子王子的头衔,哈里王子则控诉她只能靠母亲的日常生活。 总之夫妻二人一时间将英国王室拉入了舆论漩涡,随后的剧情更是狗血,因为在哈里王子和梅根接受采访,不到一个星期,菲利普亲王因病去世,而梅根则借口自己身怀有孕,不便回国,把哈里王子打发回英国参加爷爷的葬礼。 菲利普亲王的去世,也让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声誉跌到了谷底,甚至有民间传言说哈里王子和梅根的采访,气死了爷爷。 如果菲利普亲王的去世是一种意外,那么伊丽莎白二世离世的前一天,哈里王子和梅根在德国游玩,错过了奶奶伊丽莎白,最后一面则是永远的遗憾。 或许直到女王那空前绝后的葬礼上的各国政要与王室成员,千里迢迢前来出席女王葬礼的那一幕,梅根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既无力与英国王室对抗,也无力改变现有的规则。 如今的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在父亲查尔斯登上国王之位后,也没有得到重用,似乎梅根的出现,只是英国王室刻意制造的话题女王,用超出梅根真正实力的夸耀与赞美,使她迅速自我膨胀。 从而认不清自己的真实现状,进而出现自负和意气用事的状态,而梅根虚荣自大的内心又极度沉浸在这种他人给予的虚假状态中无法自拔,却不知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王室的棋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